广场卡拉OK 跳舞 凸显出美国华人热爱生活 追求品位 不再是部分美国人印象中的华人来美只会赚钱 不懂享受生活 17日傍晚 记者来到蒙市的巴恩斯公园 在靠近网球场一侧的空地上看到数十名身穿黄色上衣的华人 正在跳风靡中国的广场舞 广场舞发起人任格雷斯在现场街上说 巴恩斯公园的广场舞已经开办了三年 从一开始的十几人发展到今天的上百人 大家每天晚上从七点开始一直跳到八点半 通过广场舞达到锻炼身体 活动筋骨 延缓衰老 防疫健身的目的 通过户外运动还可以广交朋友 增进友谊 相互交流 彼此学习 这是一项很好的充满正能量的活动 年过古西的华裔老人杨先生介绍说 来跳广场舞的绝大多数都是女性 但也有像她这样少数的男性 参加健身的不仅是蒙世本地人 也有周围其他城市的华人 其中包括阿罕布拉 圣盖伯 柔斯密 天普氏 罗兰刚 以及亚凯迪亚等华人社区的朋友 这些华人既有来自中国大陆的 也有来自宝岛台湾 越南及东南亚的华人 有时还能看到一些老外的身影闪现在跳舞的方阵中 任女士呼吁南加州更多的华人加入到广场舞行列当中 走出户外拥抱自然 希望大家每天开开心心跳舞 快快乐乐健身 永远保持健康和美丽 巴安斯公园南侧的凉亭区 有十几位华裔女性在跳着善舞 柔美的身段 优雅的舞姿 一看就是经过长时间排练所达到的艺术境界 零舞者张灵介绍说 她毕业于山西省舞蹈学校 来美将近30年 为了让自己的业余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5年前她组建了这支舞蹈队 现有十来个队员 除了健身目的之外 他们还经常到各地演出 比如9月4日和10日 他们将有两场演出 看到巴安斯公园人流如梭的景象 不禁让人想起中国大陆每天晚饭之后 街头外人攒动的文化生活 有跳舞的 踢键的 下棋的 散步的 牛Younger的 唱K的 打麻将的 毫不热闹 巴安斯公园也一样 这边大人小孩打滑梯 荡秋千 那边一群小朋友在踢足球 网球场一群华人在打网球 梁亭区还有华人在唱卡拉OK 放眼望去 好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完全看不出疫情通胀双重打击的应用